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哦 又出现了 哦 好痛啊 我想在家舒适的看电影 等等 如果我们再有了我的 专属电影院怎么样 朋友们 我们在制作电影院的时候 需要什么材料呢 没错 就是一个空间 不是出去看 而是在家里 可以舒适的看着电影 然后 拿着美味的爆米花和凉爽的可乐 首先我们要制作一个电影院 等等 要制作电影院的话 仅仅只需要这些材料 纸张 纸箱 胶带 还有刀 材料准备结束 我们现在用胶带 白衬 我們把它们 deben ξ変 这样粘好之后呢 朋友们 这里不是有4个面吗 这里这里 1234 在这4个面当中 选择自己想剪到的面就好了 哦 朋友们 使用刀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 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哦 剪好了 朋友们 在这中 我剪掉了一面 剪好之后呢 只要做出一个选择就好了 什么选择呢 想躺下来看电影的朋友 就剪掉上面这一面就行 但是凯文选择是什么呢 凯文选择留下这一面 凯文要坐着看电影 所以要坐着看电影的各位呢 剪到正面就好了 我怎么要剪呢 这个是凯文的手机 如果按照手机的尺寸大小去剪的话 就会掉下来 所以要剪的比手机的尺寸小一些哦 现在我要开始剪了 可以装简单吧 但是因为这个太简单了 不太好看 要漂亮的来装饰一下吧 OK 凯文的电影月已经制造好了 那我们现在去看电影吧 朋友们跟我去吧 朋友们 这是凯文的电影月 很漂亮吧 真棒 那么我们要在电影院里面看什么电影呢 这是什么 朋友们 这个是电影放映的时间表 真好真好 哦 哦 这是什么 果然 果然 电影院里面绝对不能少了可乐和冒米花啊 但是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 你好 请给我一份冒米花吧 什么 哦 是自助的吗 啊 啊 那就自己来吧 这里面已经有材料了 首先呢 把开关打开 然后呢 在爆米花自己制作的期间呢 来倒一杯可乐 哦 还有吸管呢 诶 既然有这么长的吸管 这个 怎么喝 这样喝吗 啊 果然 凯文电影院的吸管都这么时尚呢 用这样的吸管还挺有趣的呢 可乐呢 我想喝多少就倒多少 哇哇 哦 倒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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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 嗯 可以放这儿 把爆米花放这儿 这是我的专属枕头 我现在只要进去看就行了 哦 我的专属电影院 专属空间 很不错啊 哦 哦 哦 开始了开始了 我要看了 我 喝一口可乐 啊 可乐吸不上来啊 嗯 但是感觉还不错呢 这种神奇的电影院里面看电影的感觉 嗯 哦 密室逃脱 密室逃脱 有趣 哦 哦 哦 走了 走了 要去哪里啊 哦 哦 哦 这样安静地看电影 人也变得专注了呢 电影都结束了 要出去了 出去有点费劲啊 其他朋友们 朋友们 在凯文的专属电影院里面 看电影感觉挺好的 有点是呢 舒适 还有容易专注 是能够让人专注于电影的电影院哦 要有一点不足的是 太热了 太窄了 但是呢 在凯文的电影院里面 看了有趣的电影 还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今天凯文的好奇心 也得到了满足